两岸秘密档案 用证据说话 我是杨青 隐秘大师王灵的神秘面纱 经由媒体不断的追踪质疑之后 逐渐波云渐日 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成名的大陆气功师 迅速的跌下了神坛 昔日的信徒们发现 除了孝敬一些红包之外 王灵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的命运 无独有偶 在台湾也有一位和王灵一样 头戴光环的所谓大师 他就是名震一时的宋七利 九十年代 台湾出现了宋七利热 曾经有数万虔诚的信徒 连知名的政治人物谢长廷 都是其中之一 宋七利号称自己有分身 一张发光的分身照片 就可以卖出数万元的新台币 可是1996年 时任台北市议员的曲美凤 踢爆了宋七利 揭露她靠着欺骗手段敛财 宋七利是如何走下神坛的 她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本集的俩秘密档案 就来为您解密 不管是双手合十还是闭目祈祷 眼前这些信徒拜得虔诚 不过他们拜的不是神明 而是曾经轰动社会的宗教争议人物 宋七利 90年代宋七利这三个字 曾经在台湾献起一股宗教旋风 靠着所谓的本尊以及分身的学说 居然让台湾超过十万名的信徒 对她佩服的五体徒弟 她真正的是对的 可能旁边有些人搞鬼什么的 可是反正我们就是朝这样走就对了 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想要吃什么海山真味都有这样子 真的有体验过想吃什么 就出现什么在你眼前 对对我的眼前 像哪你想要 我想要今天吃排骨饭 也有排骨饭 老师爷我那么快喜欢原生菜的 其他人都还在那边慢慢写 然后其实考出来的时候是 全对啦都没有错啦 我才想说感恩本尊 您相信吗 号称透过宋七利的加持 这些人身上展现了所谓的神迹 回顾宋七利的过去 1948年出生的她 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曾经因为多次滥开空头支票 触犯票据法而被捕入狱 最严重的一次 她被法院判刑三年五个月 你心不开 以后我认为我是骗毒 怎么有资格看到分身呢 为什么要你经过你证明呢 我不是小丑 我不是大会模式 你要表演啊 表演什么 当年宋七利的崛起 一切得从这几张神迹照片开始说起 1988年宋七利认识了摄影师罗正宏 隔年罗正宏就帮宋七利拍了一系列的分身照片 加上会声会影的描述 宋七利就被众人塑造成一个能够替人开天眼的大师 从此逐渐打开了她的知名度 顶着大师的光环 宋七利只要一出门 信徒几乎是以激情似的促勇 加上疯狂的顶礼膜拜 不止无此 一张分身照片 一本宗教书籍 只要挂上宋七利三个大字 售价几万块新台币跑不掉 如果再加上信中自动自霸的捐献 宋七利简直成了一个超大摇钱树 不到几年她所累积的财富 就高达30亿新台币 好像在那个一个酒家看到你 宋七怎么说呢 宋七跟她讲说 我告诉你那就是我的分身 我的分身是我干坏事 以后你看到我的分身干坏事 你就可以打她 你可以把她拖出来打一顿都没有关系 那不是我老师的这个本意 不是我宋七利本意 那是我的分身干的坏事 就在一切看似美好 生活富裕 不愁吃穿的当下 这个泡泡终究还是被错破了 1996年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曲莫 还继续爆料 指控宋七利用宗教诈裁 欺骗将近50万名的信众 一期间宋七利从神坛 并挡落了眼间 这只是人家要陷害我 要陷害我制造的 没有合成 能够分身 而且照片是真的 有没有信息打一关 宋七利事件爆发之后 信徒最后只剩下四分之一 一审狠狠判了宋七利七年有期徒刑 显像馆被拆了 人也被抓了 当年那些追随所谓大师的信徒 有的也不再相信他塑造出来的神话 所以他就把假照片当为真的 那现在他就分身叫他们照照看 他照得出来吗 他照片都是假的 他现在用假照片继续骗人 他跟我讲他是上帝 又是宇宙光明体又是什么 讲得一大堆 事实上他根本就是骗子一个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上帝 也不是宇宙光明体都不是 不出法院 宋七利再坚称自己有神功护体 不过就在案发六年后 事情有了大逆转 2002年底 台湾法院再度审理宋七利案 由于被传唤出题的证人 全部大翻供 强调没有被宋七利诈骗 二审宣判宋七利无罪释放 法院判刑理由就是说 被害人的指数 被害人指数说他有诈欺 但因为他们的七个被害人的指数 前后有矛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虽然这个所谓有分身 有发光有照相这些行为 但这些现象并不足以证明 他有诈骗的行为 你心眼开了没有 你心眼开了没有 你心眼开了还心眼 你听过佛金没有 你读书佛金没有 我们那小孩子都知道 我讲我的 他在骗你 你讲你的 他在诱导婚采小孩子 宣判无罪后的宋七利 满头白发 早就不复当年 意气风法的模样 之后宋七利虽然形势作风 低调许多 但不甘心被称作神棍 来到高雄 令其如造 创立新宗教 适途东山再起 这个问题是 减几的人被跑掉了 该办的人被跑掉 不该办的人 大家自己在出点 这是我们台湾的乱象 是这样引起 到底有没有分身 是否构成 敛财的犯罪因素 十几年过去了 至今仍然各说各话 而宋七利在信徒的眼中 地位依旧屹立不摇 或许不信的宗教 带给现今民众的影响力 好怕早就超过了 有限的法律 所能理解范围 到此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